这一支立拳道并不是特别重 这个非常非常好 没错 漂亮 有机会 这两套动作打出来以后 江东赛心里边就给打大小鼓了 这也是对他心理上造成了这个摧残 生理上没有太大的影响 你看这个 泰国选手也好 包括欧美选手也好 可能更重要体验泰国选手 就是一旦踢到你以后 我不会忙忙的去压上你 立马就找这种机会 他一个是对对手的 尊重 还有一个对对手的 还有一个就是给对手 也可以给对手 我觉得是胜利不顾 我要靠我的真正实力 从技术上 从各方面取得胜利 第二回合我觉得双方应该是个平分秋色这样一个 虽然秋剑凉废击倒的一次 就这一圈 对 秋剑凉的这个特色非常棒 在对方寻求clinch的同时呢 他不跟对方去拿把位啊 像传统泰拳一样 去抓把位 抓内围 他直接就拿拳去游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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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亲自带来的 好 你 interior 你身上哪里 你身上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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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